大家好,我是玫瑰小小刘 这两天刚买了一个铸铁锅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铁锅如何开锅和养护 第一次使用锅,一定要先把锅清洗干净 往水里加点洗血精,用钢丝球刷洗 洗干净后,多冲洗两遍 然后把锅放火上,把里面的水分烘干 锅烘干后,转小火往锅里倒点油 用吸油纸蘸着油在锅里不停的擦 让锅里每个地方都要均匀的擦上油 涂在热锅上的油接触空气以后会产生氧化反应 在锅里形成层保护膜 可以隔绝空气与水分的侵蚀,让锅不生锈 一边小火烧,一边用吸油纸这样不停的擦 让锅把这个油慢慢的吸收掉 锅里的油吸收完以后继续倒油,继续这样不停的擦 我这样往锅里加了5次油,前前后后大概擦了有10多分钟 现在测试下锅,往锅里打个鸡蛋,煎个鸡蛋试试 这个时候的锅基本上就达到了不粘的程度 等锅量一下,用清水把锅再冲洗干净 用小火把锅烘干 然后在锅里均匀的涂抹一层10米油,关火 这样第一次开锅就完成了 以后每次用完锅,把锅洗干净,烘干,涂一层油 这样持续养锅几个月,就会变成永久的不粘锅了 好了,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视频见